我們希望所有人 想要參選議員 想要參選議長的人 都應該以此為戒 我們也希望社會持續關注地方議會的政治文化生態 能夠進行一場新的地方的政治文化改革 讓台灣的政治有清明的一天 這個時候我們也希望國民黨或民進黨都應該要支持改革 應該做的措施 我們都應該要建置完畢 那這樣的話 台南市發生這個事情才有利益 市長什麼時候才會進入議會 我已經說明得很清楚 並沒有改變 就是司法沒有釐清之前 我不會進入議會 朱主席當日的一席話 是非常不恰當 我們希望他拿出改革的過例 目前司法已經踏出了第一步 市政已經非常明確 我們認為政黨的自我要求 應該要告一司法 這個時候我們希望國民黨應該要做出回應 朱主席應該要跟社會做個交代 那同時呢 在這一次的案件裡面 也有民進黨和黨人一直設起這個回應案 那我們也希望民進黨中央也應該用同一個標準 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如果兩黨都用高於司法的標準 那這樣的改革才會有意義 才有可能發生效果 那地方政治文化清明 中央的政治才有可能清明一天 就很明顯中共